这个我是完全的一个赞同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持续一年的时间 香港的暴乱一直没有止息过 而且我们看到明显的外国势力的干预 这些外国势力跟香港的一些反对派议员 还有一些暴乱分子是勾结在一起的 是很明显的有这个颜色革命的一个倾向 而且我们看到了港独是非常猖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法是非常有迫切性的 去为香港的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来进行立法 而且制定一个法律的制度 以及这个执行的一个机制 是一个把香港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国家安全的隐患 把他们堵塞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法是很有迫切性的 而且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支持 香港大部分的市民都会支持这个立法 我们看到了香港的持续一年的暴乱 其实影响到香港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经济民生以及这个法治 更加严重的就是冲击到这个一国两制的执行 那我们如果没有一条这个保护香港 就是维护香港的这个社会安宁的一条法律 那香港所有的一切都会受到很大的破坏跟影响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法律 我们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 以及这个香港的所有市民的生命的安全 社会的安宁也会得到保障 也就是说有了这个法律 我们香港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自然